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铁人音乐频道 微信测评我是陈磊 嗨 大家好 我是互相音乐布斯小样子陈希伦 对 是不是把衣服给亮一下 对 这个我们本期节目有Pornhub 特别赞助真正的互联网朋友也先去 所以说我们的节目都是给看懂的人看 对对对 那么今天行到这个希伦 祝你又是一支非常轻松 也应该是非常复古的一期节目 那么要跟希伦聊两把这个现代复古风格 也不说现代就是很复古的 对对 经典复古风格的两把琴 那么这两把琴呢 又是来自KOT今年的新产品 那么KOT今年的新产品 给我的这个冲击点还是蛮大的 我其实躺了一下觉得蛮不一样的 那么这两把琴呢 也就是来自KOT CR300 以及它最新的Sunset 这一把琴呢 就像是一把琴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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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把琴呢 就像是一把琴呢 好 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一把 这个KLASSIC ROCK CR300啊 给大家讲起啊 其实我个人蛮喜欢这个LP的 可是你认识我的时候 你见过我用LP演出吗 应该还没有 很早很早以前见过 那时候看我眼睛 哈哈哈哈 看哪个人就长大了 哈哈 其实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就是LP这个样子 可是现在年轻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造型 但是对我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是看着这种LP那种极大英雄长起来的 我不知道对你哪个大师影响比较大 就是LP的这种乐手 我个人来说其实影响最大的是Eric Clapton 那妈呀 他后来是Finder 对 因为很多人觉得Eric Clapton 是用Finder的一个乐手 对啊 那个包黑的和Black Brown的两款金 但是Eric Clapton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阶段 他在一个叫The Blues Breaker那个乐队里面 嗯 他用Les Paul录了非常非常牛逼的音色一张专辑 就叫同名The Blues Breaker 但是我看过他以前的照片很老了 那个时候有用过 是的 他那时候特别年轻 那个时候的音色是怎么样子的 那个 后来很奶油很温 对 对 他那个时候音色其实你会 上期我们也说了 布鲁斯乐手 对 布鲁斯乐手是非常极端的 对 他录音的时候 他把音量就是整个一个大的Marshall 开到满一个Marshall的combo 所以那个音量是特别大 是特别炸的 如果玩过老Marshall的人也都知道 他的高频很亮 所以他录的时候是把话筒只夹在那个屋子的中间 然后一个Less Paul插到Marshall里面 他录了整个环境的音 就是即便那种录法 你能听到那个音色还是蛮通透 同时又不湿温暖 那个是非常非常 应该是他那个时候可能要的还是这种LP 这种比较粗犷一点的这种音色 因为粗犷这个感觉是这个LP 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音色 这我觉得是其他 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 一直成为经典的一个原因 但基本上你上线对我 对我印象最大的LP 你觉得什么 金属圈 也不是金属 我觉得这个LP最适合的风格还是干引摇滚 我觉得那个引摇滚还是这种琴这些特别放 那就是Ranny Rose那些 也不是 Zuck Wild 哈哈 这么壮的 对 我那会儿我小时候看 我说这根本太帅了吧 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 现在是另外一个味道 机车档的味道 那个时候 哇 那个时候喇叭裤 然后景深夜 确实特别帅 其实并slash那种 我觉得还不够 不够 slash烧 对 另外一个味特别像那个时候 还有很多的这种 藏法金属啊 视觉的 用这个LP 包括Kiss 我昨天还在想 我说 我节目里面要说哪个乐手 我那厂一翻 太多了 用这LP的情形 现在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厂家 其实都有推出 LP这个样子的这个琴 其实这个琴 这个CR300 其实我第一眼看上去 我当时就发了个朋友圈嘛 大家对这个琴 这个外观这个印象 其实还挺不错的 是的 是的 首先这个整个的这个 因为我 我不太喜欢亮光的这种 LP 我喜欢这种哑光一点 而且是这种 又不是特别骚 然后呢 又不是特别低调的 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琴第一眼 这感觉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低调是好 因为这个很 因为它很便宜 我就说 哎这个是3000价位的琴 哇 这个挺厉害的 然后整个的 它的整个的这个细节做工 因为这种琴 我相信很多的这工厂已经做腻了 是的 太多了 这LP的琴 真的是太多了 这个市场上 而且它整个的这个琴 还有一个在外观上 我觉得不知道你发现 这个纸板 啊对 它纸板颜色好像稍微 它用的是另外一种木头 另外一种木头 因为现在玫瑰木不太好用了 精明了嘛 然后它用到的是那种假托把 就是那种巴西英堂木的一个材质 看上去很像 但是颜色不太一样 对对对 就是颜色我也注意到有点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看上去还跟这套琴还挺配 挺配的 但是其他的部分就一样了 包括全桃花星的这个琴体琴颈 只有这个纸板可能跟传统LP不太一样 然后封幕贴面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是吗 试音器 这是个主动试音器 卧槽 这把琴用到的是一个EMG的主动声音器 后面有电路舱的 下面有电路舱的 它用的是那个Retroactive的那个FAT5 的那个声音器 也是一个EMG中比较少的那种 做复古风格的 EMG都是Rock嘛 功能很大的那种 但是这个有点不一样 应该来说 开始我拿这个琴之前 我觉得这琴 LP嘛 应该是肥厚 鼻音 那种感觉应该比较大 中音频比较舒服 对 但是这把琴不是 什么样 它是那种 怎么说 因为它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声音器 它出来的是种比较甜一点的声音 啊 比较甜一点 然后当然也不是特别薄的 有一点厚 但是它不是跟那种鼻音很重的 那个Gibson 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以听一下 比如说它的原声 大概 它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比如说 对 它是这样 靠频还是比较通道 对 比较靠前的一种声音 它不是那种 因为很多我相信很多 这个对于Gibson的原声的印象 我那朋友 还是觉得那种很厚的 很粗的那种 但是这个是比较细一点的 它是这种是不是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 然后第二档是呈现出这种感觉 很美很美 然后它是这样的一种声音 包括你有一些 有一些这种 对 它就不是那种 呃 Gibson那种很大表性的LP这种音色 这部音色 然后但是这一部呢 它还是比较肥一点 比如说 非常温暖 对对对 这种一样的感觉 还是比较有一点的厚度 不是这种特别薄的 对对对对 这样的一种感觉 而且手感真的很好弹 因为你刚才弹了一下 这个手感真的是 手感是很不一样的 很舒服的一种手感 对啊 它是一种 偏60应该是 偏60 它不是那种50那种很粗的那种大 它会出手感 这个很很舒服 而且它整个这个音色啊 它就 我们听一下过载吧 我们先过载的一个感觉 它的这个过载音色感觉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偏亮的那种感觉 对对 靠前 对 它跟你 你喜欢那种不露的可能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我喜欢的可能是 粗 粗一点 粗 哈哈哈 对 一定是大黑粗那种感觉 应该 因为我平常听你弹琴的音色 都是比较厚一点的那种音色 对 是这种感觉 哪怕你在这里端 那还是比较薄的感觉 但是这种音色呢 它就特别是 因为很干净很清晰嘛 因为老布斯乐手喜欢糊一点 脏一点的音色 这种音色就特别适合硬摇滚 我觉得 特别是 对 特别是那种 速度一点的 对对 切过去试一下 当然这个琴配马歇尔是最好的 但我觉得没有啊 6505能感受一下 这个啊 这种感觉 对 哇 这个啊 这个很嗨 这个 而且我当天拿着这个琴 又插上去以后 我就弹了好久 因为这个琴瘦了起来 因为我们平常都全是这样的 这个你就怕在上面 我觉得弹这个是真的又干净又冲 这个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又干净又冲 这个我觉得 但是又不是扎克那种好舞 它是那种 就是很适合速弹速度 它这种 就是稍微老一点的传统金属 我觉得 就是这种感觉 对啊 就是这种感觉 很有意思 就是老一点的这种Rock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LP 也蛮适合弹这种金属的 其实除了刚才我讲Zug Wild 其实还有一个给我印象比较大 我是因为那个人 才当时玩金属才满意的LP Kirk Metallic 蛮逸小王子 他其实很多LP 他收了很多Garry Moore那种元年琴 对 他收了很多这种琴 他蛮很喜欢那种 我觉得他因为我超级喜欢Metallic 他在用的时候 我说我也得来把这个 所以我就买了机 虽然我感觉他不太适合 因为他瘦 所以我觉得这个琴整个 突然把Metall老一点的 Metallic那种感觉都非常有意思 是的 整个的这把琴整个 我觉得印象 还是挺不错的 蛮好 是 是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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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说这琴怎么这么小啊 这个不是LP 这个它本来就不是LP 这个琴它整个的造型 应该你从我看来 其实确实是比较怪 应该从你的角度来讲 应该还是比较正常吧 我们口味没那么重 对因为好像复古乐手里面很多用这种 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设计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琴的元素 比如说它这琴体这个大小 比如说提到小号琴 它应该是跟Las Paul Jr. 是同样的 对对对那个Gibs里面的另外一个系列 对然后看那个颜色啊 这一地方这些都是Telly的一些元素 这个屁股啊 对对这个屁股也是Telly的元素 然后琴头嘛就是传统的Las Paul 然后旋轿也是Las Paul的 所以它是一种就是拿综合了很多优秀型号其他的元素 然后配置出来的一把琴 它可以集合了那么多琴优秀的好的地方进入一身 它整个的阴色其实也会 因为这个琴的造型 因为用料其实也差不多了 用料也是很 用料应该也是Telly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它的琴体就是沉木的琴体 然后风目琴锦嘛 就风目琴锦 然后是甲托把的 甲托把的那个纸板 对对对对对 跟内把Las Paul是一样的 嗯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Telly的琴 但是搞不像Las Paul 对你可以理解Las Paul跟Telly 然后结婚之后 然后说了这些东西 哈哈哈 还有它整个这个琴桥也很有意思 它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学生特别喜欢用这种琴 就是那种Junior 一个试音器那种 啊 一个霜的 但是这个是两个单的 对对对 这个应该也是很有讲究的两个 因为都是Sim Duncan Design的 这个Sim Team P90加103的单线圈 对因为就是Telly的一个声音特质 就是因为它琴桥的这一档 摄影器 所以说这个琴我们可以看到 桑线保留的这一档摄影器 嗯 但是它在琴 紧的位置加了一款P90 P90的摄影器 它怎么理解呢 你是你的最爱吗 是我最爱 哈哈哈 你可以理解为介于Humbucker 跟Single Core 就是单线双线之间的一种 你可以说理解 也可以是理解为一个 加强版的单线圈 因为很多人以为这么大型号 是个双线圈 它里面只有一个线转 还是饶了很多次 所以它的输出功率要大一些 整体声音量也会大一些 但是又保持单线圈的那种色彩 对那种触感和那种动态 是保持单线穿的 然后这是P90的一个特点 然后再加上整个它这个做旧的 这个做旧也值得提一下 对 你记不记得那个 就是以前我做一把Vintage的那个花童 它那个做旧是画上去的 啊 就是画的好像 这个还真的还来一点 真才实料的 它是外面那种那层膜嘛 自然就没有了 像摸上去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看上去就没那么假 是的 虽然它不是那种啊 你刚刚分的那种 GIV那种Cast Shop那种做就比不了 但是在这个下面有这个意思 有这个意思就差不多够了 看上去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感觉 因为刚才也试了嘛 整个它的这个音色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其实音色还比较对我 对 我们可以造起来了现在 对 因为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琴条这一档声音 我没看到它能够保留很多Telly的那个脆呀 或者硬的那种 还是要看不同的 我它这个琴就弹不出这个味儿 哈哈哈 我们这个音箱也换了一台 不是66505吗 这已经插6505太不合着 它是这个PV的这个classic的这个R10啊 对 然后我们再直接试一下 那个 其实噪音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没办 对 规避不了 对 规避不了 对 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个 190的摄影器 这功力再大感觉 这个功力不光是功力大 因为我调音色是加了一个boost 因为布鲁斯越少口味重了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Pinati的音色 当你给它足够大的功率的时候 它一声音是类似于Harmarker 它是很有冲击力的一种 对 就开始出那种低音的那一下子感觉 就感觉哇 对 但是如果你 但是这种vantage的起立一个搞法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音量旋钮来控制音色 当你把音量旋钮领响的时候 就可以拿到一个很舒服的一个clean的声音 而不是需要我再拿一个通道做clean 然后一个通道做crunch 这就是vantage一些乐手的动用的一个管法 对 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 我们像希伦他比较喜欢那种 那种很厚 对 比较脏一点那种 对 这种琴 这把琴是不是那种性质 基本上是符合我的预期了 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它的纯原声的状态 我们可以调一个纯原声 就是把所有的boost 包括它的所有的切过去 这个原声是什么呀 dynamic 够不够 这确实有那种混合的感觉 就是又有lp的感觉 也不是lp 就是那种dips的那种单脚脚的那种感觉 然后又有taddy那种短的那种 短就短粗的那种 对 短平块 短又脆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 它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音色表现 所以说你一般喜欢那种vantage音色 呃 如果要让我来用的话 会以它以琴静的适应器来作为一个主音 嗯 因为因为vantage里很多solo去听 其实都那种非常奶油的感觉 啊对对 那很难描 对对对对 滑滑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然后你用你的 就反而用琴强粒档来做一个rhythm 你自己在做个节奏的音色 如果要让我来使用这把琴还是蛮爽的 对其实对于很多入门机呃机的这种就是 会买这个价位琴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因为它可能它音色的多元多元化也更多 哪怕用来玩朋克 对对对 其实也挺造的 你很造的 我试一下 哈哈哈哈 没事吧 哈哈哈哈 其实它也是有很 对对对对 这都能够蒙起来的 都能造起来的 对对对 było 不不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那么最后呢 咱们听完了这个CR300 还有这个Souset的这个音色 还有它的一些功能的表现 其实我估计会有很多朋友想 就是想听一下我们的意见 就是说 跟这把琴跟一批风比 哈哈哈哈 它的这个会有什么样一个区别 和它的一个自己的优势或者特点 因为希伦是一个资深的一批风玩家 哈哈 他穷 他穷 哈哈哈哈 来不及 你有多少把音笔吗 十几把 十几把音笔吗 对 就每个型号都有一次 对对 他很多一批风 所以同样也是这个大概三四千五千以下的这个价位 你觉得这个Cort 它你试的这两把感觉会跟你的印象怎么样 首先它重量要轻一些 可能因为减重孔门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有一把琴 好重啊 对对对 它的重量可能要轻蛮多 而且它这个表面的这个木纹 也要比一批风要自然一些 就是外观上的一些感觉 还有纸板对吧 纸板 用料不一样 用料不一样 然后手感这个其实也蛮舒服的 然后一批风其实那个琴 就是这个价位的琴都是让你去魔改的嘛 嗯 它会给你一些去改进的空间 而且我满很多琴也都是一直改的 也都是改的 对都是改各个地方都换 改到自己想要的 高端玩家都玩这个 哈哈哈哈 对吧 然后音色方面呢 对但这个音色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多改的必要 因为已经蛮全面的 嗯 因为各个都能这种很轻音很舒服很温暖 很有明亮的东西也有暖的东西 然后会它的特点在里面 对而且它那个加上视频之后它非常猛烈 嗯 就像直接内置了一个boost的一样 内置推的一样 然后其实没有人太多改的必要了 但是一批风满多琴 拿来之后一定是要去做一些升级的 对就是你第一耳朵听上去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入耳那种感觉 包括那把琴是不是也同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也是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它会有它的这个特点 其实我跟朋友聊就是说每一把琴哪怕做成一样的 虽然你看这个虽然这个Z13它这个尖尖突突了一点 是的 突突突突突 要稍微尖一点 对对对对 它有一点点的区别 但是实际上在音色和演奏感方面 其实还是有挺大的不一样的一个点 我当时拿到这个琴的时候 我说这就不是Gibson的感觉 有很多朋友就说哎我喜欢Gibson 有一些朋友问我 他说我喜欢Gibson 那我买瓦什么琴 那你又买Gibson得了 问我看啥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要买 要如果是要选择一把琴的话 你首先你是要喜欢它这个特点的 你是要搞清楚它的这个 这把琴到底适合玩什么风格 这个风格又是你平常演奏的比较多的 对对对 所以很多朋友问我的时候 我经常就是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预算多少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你到底要用它来干什么 或者你平常玩的风格 或者是你喜欢的这个风格 你搞定这两个点或者是这个 你有这个要求的话 其实你的选择就不会那么纠结 对对对对 特别是选择这种像Vintage的这种这种琴 其实有很多 而且很贵 而且像那种做旧的那种琴 特别是对 国外有一高端品牌 就是有那种杂交类的 对对对对 但是好贵那种非常非常贵 一百至少五位数了 很贵 而且就是而且贵的琴 一般都是蛮Vintage风格的 对对对 其实真的要买那种很贵的琴 真的就是那个琴是有一点是 你真的是需要的 对 我真的就是需要这个音色 某个档位的音色 或者是我就是需要这种演奏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那么今天呢 咱们这两把Quant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今天也非常感谢 西伦再次做客铁人 对吧 下次再来 对吧 也谢谢大家呢 这本期节目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